你是不是根本写不动 如果不这么写 对不对 你就只能这么写 你不这么写 你根本就写不动 你只能告诉我 水在哪些方面 让人们的生活便利呀 让人们能够去满足一个 自己的便利的生活 或者高质量的生活 你必须用这些东西来解决它 不不不 你写喝水随便 你只不过考官看来 觉得比较好笑 听见没 你们自己想想吧 第一个 如果第一个知识是喝水 你觉得你好不好笑 好不好笑 你自己说 必须保障人们有足够的水喝呀 否则会渴死的 我就觉得稍微笑了一些 我个人觉得稍微好笑了一些 这个喝的水 不至于能匮乏到这个程度吧 对吧 能喝死你 对呀 这是昨天的第二种论证嘛 对不对 金牌威武同学讲的是这样的 所以所以所以 你看看我讲的就比较合理嘛 呃大量的水被用来 大量的水被用来怎么样 大量的水被用来 呃打扫房间呢 对不对 大量的水被用来灌溉自己的院子嘛 还有的家里有游泳池 OK 用来进行提高生活质量嘛 不拉不拉不拉 对 亮晶晶讲得很好 喝这个不去拿到书面了 洗澡都可以 爱干净的人每天洗澡 他都能够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啊 所以讲点 嗯 书面当中值得讲 第三段就不用说了嘛 第三段该写什么了 如果讲这道题继续下去 同学们 第三段继续往下写 该写什么了 然而 However I would argue that 第二段讲了一大堆需要用水的地方 第三段呢 However I would argue that 限制用水是很有必要的 对不对 对吧 那么给我两个原因嘛 水资源的问题啊 以及很多人把水用在了没有必要的地方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首先是水资源短缺啊 对吧 你不能真的是为了自己干净而让水变得极其的贫乏啊 有的时候需要牺牲一下自己的生活来满足一下 OK 平均的用水量 其次随便用的话 有的人用在了很多不应该或者完全就是没有意义的地方 对不对 怎么样 怎么 怎么样 That's good 对吧 这就很好了嘛 第三段 综上所述 对不对 综上所述 我承认呢 现代人的生活对水有很大的依赖性 或者对水需求量很大呀 但是这种需求量也必须有一个上限才可以 对不对 你看这篇文章就完美结束了嘛 12月10号的同学想想 你要早点上我们的课 你去年就考过了 还用到现在春天都到了 才刚刚明白 你看吧 春天到了才刚刚明白为什么那篇文章写的那么烂 这篇文章逻辑不可能6分的 金金同学 真的逻辑真的不可能6分的 如果你说分数最低6分 绝对没问题 Felicity 你那个说法是可以的 没问题 没问题的 你为了避免重复你随便 只要方向是对的就可以了 OK 天呐 谎若同学 你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有一点点的过于明显了一些 当然是第三段更重要了 OK 在我刚才讲的题目当中 难道不是第三段是我的个人观点吗 你又想让我给你个公式啊 你就看看这道题目呗 你别问我所有议论文好吧 对吧 不要问我所有议论文啊 刚刚聊的这个弱强结构嘛 你个人观点但是部分当然更重要了 Right OK 好 那么刚才那个讲完的话 我们的这个disgust 那么我们的虽然但是基本上就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嘛 对不对 真的是我觉得应该写得很清楚了 有一个小问题大家再继续往下看一看啊 有的时候你分不出虽然但是怎么办 来来来同学们 有这种可能哦 想半天也分不出虽然但是哎 真的 有这种可能啊 像刚才讲博物馆那个对不对 像刚才我讲的博物馆那个 有人认为博物馆应该娱乐一些 有的人认为博物馆应该教育人的地方 有同学憋半天也没憋出虽然但是来 有人憋半天也没憋出虽然但是来 是不是 那么我们就不写虽然但是了嘛 我们有缺一不可呀 我们还有看情况而定啊 对不对 哈喽同学们 对吧 我们有缺一不可 还有看情况而定啊 所以 整篇文章不就是把观点想好以后 结构就是这么安排的了吗 结构跟刚才的没有什么区别吗 结构跟刚才的没有什么区别 还是四段呢 但是第一段就是一个呃吹一不可的观点啦 或者看某个情况而定啦 中间两段呢把A和B各自的理由写出来了 最后再把那个所谓的看情况而定详细说一说 把吹一不可详细再陈述一遍就可以了 这个我写不动取决于的就写他这两个特色都应该有就好了 我求你了放过我吧 因为我真写不动好不好 看情况而定那种有范文吗 呃有有有有有有 但是不在客战当中 我会专门给你们补各种类型的范文的好不好 别着急 我专门给你们补各种类型的范文好不好 OK 听话啊 我这里的材料比你们想的要多太多真的太多了啊 啊 风魔同学你在跟我聊disgust一边倒吗 你出去待两分钟再回来行吗 风魔同学 出去待两分钟再回来 disgust你跟我聊一边倒更好驾驭 这是个disgust题 你告诉我一边倒会不会更好驾驭 这种问题问都不要问好吧 这可是个disgust题啊 所以啊你们交的那些钱呢 我不知道你们之前学过什么 一对一VIP到最后写作五分 真的 精品小班教学到最后写作五分 OK 我也就是服了你们了 OK 我4.5 好回来 请看屏幕 请看屏幕 博物馆应该是一个让人放松的地方 他应该让人们感觉开心 作为五分 作为五分真的糟透了 OK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博物馆的目的是为了教育visitors 大家看 这道题如果我不分析 是不是觉得有点困难 就是老师这个这个 哎呀老师我没想法 老师我没想法 娱乐大众 还有教育人们 这个太难想了 有什么难想的吗 看第一段 请看第一段 看看第一段啊 哎呀不是都有道理 你要把句子写得精准一些 好不好 人们有不同的观点 关于博物馆的角色和功能 同学们 是不是清晰明了的介绍段 是不是 你自己判断一下 应该是 对不对 是的 它就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介绍段呢 对吧 人们有不同观点 关于博物馆的功能和这种角色 然后同学又问我了 老师 这个难道不是题目应该给我的吗 你去洗 题目只给你A和B 你要把它提炼出来的 这要你自己练的 同学们 当然 提炼出来以后呢 可能是个疑问句 也有可能像这样是个名词短语 疑问句的几率更高一些 疑问句的几率可能更高一些 我们后面的第一段介绍 也有聊到它 我们待会儿看一下 对这个需要练习 你们不要痴心妄想 哎呦 这个老师就说可厉害了 这个老师可厉害了 他一下子就能教会我了每一个东西 我可没那么厉害啊 我没那么厉害 人们有不同观点 关于博物馆的功能和角色 在我看来 博物馆应该 并且可以 既能娱乐人们 也能教育人们 是不是挺好的 对吧 你不要说什么两个观点都合理 你要你要把自己观点表达清楚 同学们 在我看来 博物馆它 OK 既能够娱乐又能够教育人们 好同学们来写个句子好不好 根据这句话来改一改 我把我的中文拿出来 你们改一改啊 在我看来 一个好的博物馆 它既可以让人感觉开心 又能够给人与知识 来写出来看一看 跟它的原文是一样的 但是表现形式不一样 这就是你的本事了 你要表现出你的本事来嘛 不要让人觉得你除了抄原文 就只会抄原文 我掐死你 再我看来 一个好的博物馆 既能够让观众觉得开心 又能让他们学到知识 在与此同时 at the same time 多好的个人观点 甚至比他这个还好 你写出来看看 should not only bring happiness to customers, but it can educate them at the same time. Clear,很好, 就慈用得太糟糕了, 去博物馆的叫Customers, 你疯了吗? 去博物馆的叫Customers, 我不骂你骂谁? 你知道Visitors是什么意思吗? 顾客都来了, 你家去博物馆购物啊, 你家去博物馆周末购物啊, 去买啥? YES! 你们又想把句子写那么简单写得完整一些吗? In my opinion, A good museum can, 对不对?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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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怎么样? Can not only, 连not only, but also都不用, 我要把你们揪过来抽一顿, Can not only, 对不对? 让游客们感觉好玩, Make visitors have fun, Right? Can not only make visitors have fun, but also, 对不对? 教会他们一些知识, Teach them some knowledge at the same time, 你看多好吗? At the same time, 不要当在中间做连接词, 把它放在最后加一个补充就可以了, 中间又 not only, but also, 用wonderful也不错, A wonderful museum, Good! Not only can make people have fun, but also teach them some knowledge at the same time, 多好的东西, 多清晰的句子, 或多清晰的文章, 对不对? 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不就是两个部分了吗? It can be argued that, 人们有理由去说, Some people argue that, 另一些人认为, 中间是不是就把两个功能介绍出来就可以了? 同学们, 是不是中间应该是平衡不是弱强了吧? 来来来来来, 中间应该是平衡不是弱强了吧? 中间是平衡对不对? 有人喜欢他的娱乐对不对? 有人喜欢他的知识对不对? 在我看来, It seems to me, 对不对? 诶? 你看, 我们的最后一段出现了这个句子, 看见没? 最后一段出现了这个句子, A good museum should be able to offer An interesting, Enjoyable and educational experience, So that people can have fun And learn something at the same time. 发现没? 前后就是在不断的重复, 来, 停一停, 是不是前后就是一直在重复的? 只不过, 换词呀, 换表达呀, 有那种总结的感觉呀, 让人感觉到, 哦,对对对对, 这是对前面的重复, 这里应该结束整篇文章了。 首尾呼应嘛, 而你们有没有同学, 总想在结尾段写出新东西的同学, 有没有? 有没有总想在结尾段写新东西的? 作死啊, 总有同学想在结尾段写新东西, 作死一般的写作, 你整篇文章都分析完了, 最后一段写什么新东西? 昇华,来, 我给你们念个句子昇华啊, 看着胸前的红领巾, 我觉得它愈发鲜艳了, 看着胸前的红领巾, 我觉得它愈发鲜艳了, 昇华,来来, 昇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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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 你也知道这个真的真的, 从小好像就是这样, 所以多练一练, 换个方法表达嘛, 对不对? 我对老奶奶说, 不用谢, 我的名字叫红领巾, 对不对? 我对老奶奶说, 不用谢, 我的名字叫红领巾, 我还叫少先队员呢? 我还叫社会主义接班人呢? 杨光同学, 关于改写, 我会给你们提一些建议, 但不会是在这样课程上讲的, 我专门会给你们改写的建议, 换词呀, 换主语呀, 把句型换一换, 都会有方法的, 我们有专门的改写课件, 好, 那么请同学们自己看一看, 内容我不念了, 自己课下看看就可以了啊, 请同学们确定一下, 刚才的虽然但是的逻辑, 和这种同样重要啊, 缺一不可的逻辑, 中间段其实内容是差不多的, 对不对? 中间两段内容是差不多的, 对不对? 虽然但是, 你要突出自己跟第三段是一样的观点, 所以呢, 虽然但是的情况下, 第三段呢, 你要说一个, I would argue that, right? 但是呢, 这种你都说了, 它一样重要了, 那你就乖乖的说嘛, 一些人认为A重要的原因, 另一些人认为B重要的原因, 再重述一遍, 我觉得它们结合在一起, 就能够带来最好的博物馆体验了, 对不对? 直接第四段总结就行了嘛, 根本没有必要再写出新的东西来, 升华更是不用讨论的, 对不对? 说实话, 如果你们明天就考到disgust, 或者这周就有同学考试, 考到disgust的话, 你一定会觉得那道题对你来说难度不大, 无非就是表达上精准度的问题, 你会很容易就分出这道题的写作结构, 你很容易知道这段话每句自己要写什么, 很容易知道自己的观点是什么, 你轻轻松松对这道题就有一个完整的立体的理解了, 一个立体的完整的理解, 每段话做的事情非常规范, 绝对不会让你莫名其妙的写一些东西, 好了, 那么同学们, 我要来做大的测试了啊, 我给你们disgust题, 养成好习惯, 先回答个人观点, 我没做限定的啊, 有可能是虽然但是, 也有可能是两者共存, 也有可能是看情况而定, 先选, 选方向, 选完方向, 我们看中间, 看看你们能不能找到自己写作的很流畅的感知, 我用中等级别难度的题目来问各位, 中等级别难度的题目, OK, Let's do it, 好, 题目是这样的啊, 有人认为, well, 有人认为, 有人认为, 监狱的唯一作用是惩罚罪犯,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监狱还有其他的作用跟目的, 讨论双方, 你给出个人应解, 有人认为, 监狱的唯一作用, 它原文当中有only那个词, the only purpose of a prison, is to punish criminals, 而另一些人责任为, it has other functions, 它有其他的功能, 其他的作用, 讨论双方观点给出个人应解, 养成好习惯, OK, 养成好习惯, 养成好习惯, that's very good, 对, 星妹你讲的很对啊, OK, 好, 大家告诉我知道起你的观点是什么, Hello, 科学说了, 虽然监狱的主要作用是惩罚, 但监狱还有其他主情, 是说漂亮, 科学那个真的好看, 虽然监狱可以惩罚罪犯, 但仍有其他作业啊, 赵琼业同学监狱还有作业啊, 你今天作业没完成啊, 你的也是对的啊, 还有其他作用, 但是科学那句话讲的真的很好, 科学那句话讲的真的很好, 真的真的, OK, 凡人们, Clear, 还给凡人们惩罚, 应该是犯人, 我这样你要讲什么啊,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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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来, 虽然监狱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惩罚坏人, 但是他有很多的其他功能, 例如教育和震慑, 同学们, 是不是, 是不是很好, 是不是很好, 应该很好了吧, 应该觉得, 哎, 这种题,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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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题, 已经可以至少自己轻松的应对他了吧, 对吧, 炸馒头同学, 你用换词来改一下就可以, 你要让我把它改成什么样呢, 惩罚我能改成啥样呢, OK, 所以啊, 这需要你自己写的时候, 你自己注意, 跟我的中文没什么关系好不好, 同学们, 自己想想, 这道题, 如果之前你自己来写的话, 我相信你可能不太会写这道题哦, 我应该没说错吧, 之前交给你写这道题, 你应该不太会写这道题的, 你可能会卡, 卡在哪里呢, 我, 我, 我观点是什么, 我赞同谁, 我赞同第二个, 第一个, 我怎么赞同, 赞同哪一个, 第一个怎么写, 怎么写第一个, 现在一个虽然但是就把问题解决了, 一个虽然但是就把事说明白了嘛, 好, one more, 再来, 再来多一个题啊, 再来多一个题, 听好了啊, 这个题呢, 可能稍微简单一点点啊, 有人认为, 有同学听过公开课是知道的啊, 有人认为, 生活在高楼林立的城市, 对人们有很多帮助, 而另一些人认为, 生活在楼房不高的城市是更好的, 好, 讨论双方关联给出个人意见, 有人认为, 生活在高楼林立的城市, 对人们有很多好处,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生活在楼房不高的城市是更好的, 来, 来吧, 来吧, 快回答我的问题啊, OK, I'm waiting, I'm waiting for wonderful answers, you guys are smart, clever, you are really good at learning new things, Thank you, OK, King说的是, 两者都很重要, 要对于不同类型楼房的利用, 两种建筑类型对生活都很重要, 可以啊, 同学们, 这道集写虽然但是难不难, 说实话, 你们自己说, 这道集写虽然但是是不是比较困难一些, 我个人会觉得这道集写虽然但是很别扭, 真的很别扭, 真的很别扭, 但是还是有很多同学喜欢写虽然但是, 没问题啊, 没问题, 我没说不可以, 只是, 你自己会觉得很难, 说实话, 真的, 好了, 那么有同学估计听过我公开课, 我讲过这道题的, 我的个人观点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两种建筑对人们的生活工作是同等重要的, 但是呢, 他们应该被安放或者被修建在城市的不同地区来将他们的功能最大化的使用, 可以不, 可以吧, 商业区高楼多一些好不好, 住宅区矮楼多一些好不好, 好不好, 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 很好吧, 多漂亮的观点, 中间写作也容易一些啊, 这个你要说像取决于我不反对, 但是我就把我的观点摆出来, 你们自己决定就可以了, OK, 那个剧同学还在问为啥, 为啥, 那我就耐心跟你讲一句, 耐心跟你讲一句, 同学们, 商业区和市中心是不是应该多一些高楼, 我没说错吧, 这个商业区应该多一些高楼啊, 能容纳更多的公司, 更多的商场, 更多的娱乐的这些东西啊, 对吧, 让人们可以在一个小范围之内, 就可以得到想要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服务嘛, 对不对, 对, 还有写字楼嘛, 而人们住的地方呢, 楼矮一些, 对不对, 没有挡住阳光的高楼, 没有挡住空气的高楼, 让生活质量变得更好一些, 多好的观点啊, 难道你不觉得这么写整篇文章就, 就给人一个说服力, 觉得, 哎呀, 对对对, 这个简直就是城市规划当中应该考虑的方向, 对吧, 住宅矮一些嘛, 商业高一些嘛, 这很好了, 所以他们一样重要的嘛, 对不对, 只是在不同的区域来修建就可以了嘛, 所以就请大家自己想一想, 这个题目啊, 考官, 哎呀, 你们自己说, 考官到底想看什么, 他应该不用看你, 就把一个题挖得有多么的深入吧, 他没有想让你写一些什么异于常人的观点, 对不对, 小康同学那个想法是错的, 题目并没有说大的城市, 还在小的城市, 题目只是说楼房高的城市和楼房矮的城市, 有很多城市, 他们都限制楼房高度, 像伦敦, 伦敦限制楼房高度, 因为他的很多楼都是一百多年的, 真的是一百多年的, 他要匹配整个伦敦城的风格, 你们家说伦敦留学就知道了, 知道吗, 伦敦的楼特别矮的, 真的, 伦敦的楼特别的矮, 他高楼真的很少, OK, 好, 这道题的话就放在这里了, 大家也可以体会一下呀, 自己好好的理解一下, 苏州也是这样的, 对不对, 他为了匹配他整体的风格嘛, 说实话, 不是我不爱北京啊, 我在这里生活了18年了, 我很爱这个城市, 但是这个楼乱修啊, 真是件很头疼的事情, 真的, 北京这个楼修的, 对城市一点帮助都没有, 不是雾霾, 他那些高楼没有太多的意义, 你在金融街修一修, 你在国贸那边修一修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但是大部分地方, 你保持他的青砖绿瓦风格多好啊, 对不对, 让人们在这种生活模式下, 变得特别的舒服, 变得特别的踏实, 这样的话, 这样的一个分析, 怎么都是合理的嘛, 好了, OK, 这就是今天讲的主要内容, 然后呢, 关于discuss类型的介绍段, 同学们听我说, discuss类型介绍段特别简单, 真的特别简单, 就两句话, 先把他们的争论点总结出来, 然后回答个人观点, 刚才你已经看到了吧, 都是这么做的, 对不对, 是这样的吧, 你们刚才还感慨, 那个提炼很不错, 这个提炼的不错, 你们就慢慢的给我练习一下, 怎么提炼这种争论咯, 所以大家看屏幕, 人们有不同的观点, 关于是否孩子们, 应该被允许玩电脑, 还是不让玩电脑, 对不对, sorry, 我拼错一个词啊, play, 我反过来, play要反过来啊, 回去查半天单词, pally, 什么叫pally, 估计你这辈子都查不到这个单词, 好, 是否孩子应该被允许玩电脑游戏, 在我看来, 虽然, 一直都有抱怨, 关于电脑游戏带来的问题, 但他的影响并不完全是负面的, 可不可以来, 同学们, 可不可以, 可以的呗, 可以的哦, 应该可以的吧, 虽然一直都有关于他的抱怨, 哎呀, 玩电脑游戏这些问题, 第三段, 然而, 他的影响可不全是负面的呀, 他也有积极影响啊, 甚至I would argue that, 他积极影响会更多, 可不可以, 这篇文章就显明白了吗, 真的就这样, 简简单单, 轻松松松, 就写得很明白了呀, yes, right, good, 再来, 再看这道题, ok, 但是, 大家看看这个片段, 这个片段, 就跟刚才的第一句有点不一样了哟, 刚才第一句是干什么来着, 总结他们的讨论点, 而这个呢, 不要看上面汉字啊, 汉字可能我没有写的特别精准, 这种片段的第一句是什么呢, 听好了啊, 先写一个来自题目的事实, 对不对, 那次听了我公开课, 同学应该就比较比较比较知道在讲什么, 对, 就把题目张东的事实写出来, 大家看这道题啊, 一些语言正处于消亡的危险当中, 因为他们被很少的人使用, 有人说政府应该花公共资金, 去拯救这些语言, 而其他人认为这会是浪费金钱的, 讨论双方给人给出个人意见, 大家看, 他并没有提炼争论, 他先写了个事实出来, 看看是不是事实, 是不是事实, 对不对, 不可否认, 一些少数民族语言, 也许会在不远的将来消失, 同学们, 这不就是他题目里本身给你的事实吗, 你就拿来直接用嘛, 不要莫名其妙去写乱七八糟的东西好吗, 我从来不管它叫背景句, 我管它叫做来自事, 来自题目中的事实, 你们最好记住我这句话, 来自题目中的事实, 不要乱七八糟写背景句, 有同学经常乱写背景句, 比如说这道题, 有同学开始乱来了啊, OK,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那就是关于这些, 这些什么危险当中的语言, 那句话有用吗, 那句话没用啊, 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鬼才关注啊, 你关注吗, 你不考雅思, 你关注个屁嘞, 你骗谁呀, 动不动就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拜托了, 避免出现这个现象, 真心避免出现这个现象, 你要不然, 就把提炼的能力给我拿出来, 提炼的能力, 对不对, 要不然, OK, 就给我乖乖的像这样写出一个事实来, 好不好, 嗯, 这就是对大家基本要求, 你看, 开始出现个人观点了吧, 虽然, 有人也许会这么说, 大家可以学习这个版本啊, It can be argued that, 这个翻译成, 有人可以这么说, 有人有理由这么说, 你们愿意学可以学一学啊, 虽然, 可以这么说, 说什么呢, 政府也许能省点钱, 通过让这些语言消失, 这就是弱的观点, 对不对, 但是我认为, 这些语言应该被保护跟保存下来, 是不是轻松, 轻松, 是不是轻轻细细就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应对这个题目了, 我觉得应该是很清晰的嘛, 对不对, 先把前半部分再调乱写了, right, 保护这些语言很费钱的, 把它落实下去嘛, 对不对, 你要请专家来研究它吧, 你要花钱让人们来学它吧, 可学到最后, 因为现实生活当中不用, 人们根本就学不进去嘛, 到最后这投入的钱全都浪费了嘛, 如果政府让他们消失的话, 这钱不就省下来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些人的想法, 对不对, 然而在我看来, I would argue that, 我觉得这些钱是值得花的, 我觉得这些钱是值得花的, 对不对, 它为什么值得花呢, 啊, 语言它有文化在里头, 语言消失, 文化就会消失, 怎样怎样, 哗啦哗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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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写清楚就可以了, 好, 剩下的呢, 大家自己刻下看看就可以了, 有的还用了这个事实, 题目中存在的事实, 对不对, 有的呢, 用的也是事实, 所以呢, 提炼我在这里给的例子反而不多, 大家乖乖的来看一下这些事实, 跟提炼就可以了, 我们单独有一节课讲第一段, 那次我们还会再重新讲一遍, 并且给大家增加很多的练习, 会讲很多的练习, 所以呢, 先学会, 然后呢, 把这些段落都大概了解一下, 等到上那节课的时候呢, 再听一遍, 又强化一遍, 再做做练习, 啊, 那就绝对没问题了, 对吧, 今天就是把这一类学会了, 今天学会的是disgust, 不想脱堂, 因为已经九点半了, 有同学在澳洲或在其他地方, 我们简单总结一分钟, 简单总结一分钟, OK, 大家听我说, 拿到disgust题, 第一件事情先干什么, 拿到disgust题, 第一件事情先干啥, 拿到disgust, 第一件事情先干啥, 先想好个人观点, 不是先给观点, 先想好自己的观点是什么, 先想好, 先想清楚自己的观点是什么, 先想清楚自己到底什么观点, 三选一, 对不对, that's good, it's good, 想好了个人观点以后, 中间基本上已经没有问题了, 对不对, 只要先想好了自己观点, 中间就没问题了, 你第一段, 在改写完了以后, 就把那个个人观点拿出来, 中间两段根据那个个人观点来展开, 对不对, 中间两段根据那个个人观点来展开, 如果是算但是的个人观点, 那中间就是弱和强的写法, 如果你认为两个同样重要, 中间就是两个各自的重要性,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的, 中间根据你的个人观点来展开就可以了, 同学们, 真的, 你们最好期待考到discuss, 要多容易拿分, 就有多容易拿分, 两边都给你了, 都不用自己去想, 比是否赞同, 容易太多了, 真的, 只要你能把题审明白了, OK, 好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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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天就到此结束了, 今天是因为昨天的网络故障, 所以补得课, 那么如果有同学觉得自己听不了两个半小时的话, 那我没办法, 网络课也好, 你的听课的习惯也好, 只能说这个方式对你来说, 可能有一种效果问题, 那听听录播吧, OK, 录播能反复听, 录播反复听就好了, OK, 好, 各位拜拜, 今天就不跟大家拖堂了, 已经拖了半个小时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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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nig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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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吗, Have sweet dreams, OK, 大家可以撤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个地方, 作业一会儿看群公告, 大家不要催作业, 稍微等一会儿看群公告, 对, 有录播, 录播是现在是, 目前是iOS系统, 就苹果手机可以看, 在app上面, 然后安卓的话要等等, 提醒大家一下, 第一次作业, 今天晚上十点就截止了, 还没交得赶紧, 录播的时间限制, 我现在还不太清楚, 大家就尽快听, 出来之后就尽快听, 我这边再问一下, 下节课见, 因此很想通闻,